我好緊 守著的魔 来到蒂摩尔 对就是屏东山地门 那蒂摩尔呢 即将在高雄的魏武营要演出了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欢迎 就是蒂摩尔团长纪艺术总监 即使呢也就是当家的 所谓的柴米油盐 露芝老师要hold 嗨 小露你好 大家好 我是蒂摩尔古新古籍的露芝 我想我今天非常非常开心 就是小露真的来我家 然后可以来到我的家感受 部落的氛围 然后感受我最爱的地方 带我们上来的时候说 其实这边平常以前就是 大家都还是可以上来喝咖啡 对 但他又跟我说楼上是办公室 所以就想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合法 我说哇这边怎么上来别有洞天 很舒服 那今天除了现场有我们团长 露芝老师之外 还有这一位他很重要 因为他也没有真的想编舞 他从一开始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很优秀 很出色的舞者 但是呢 也希望能够传承大家对于部落更深的了解 还有部落的孩子们 其实你们更应该去知道 就是自己的故乡 自己的部落 有哪一些独一无二的文化 然后借由舞蹈去做传承 然后甚至用肢体的动作 用这些感知打开你的舞感 重新去认识你的家乡故乡 在你可能未来更成熟的时候 那很多人来到你的故乡家乡的时候 你知道你怎么很骄傲的去介绍 那当然包含了这些人文 还有这些传承文化 今天呢 也有我们的舞蹈总监 也是编舞加巴鲁老师 大家好 我是地摩尔普星舞集的编舞加巴鲁 小路姐姐好 对我真的是姐姐 但是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巴鲁呢 其实巴鲁老师应该 在练舞的时候 也不能跟你开玩笑喔 对不对 练舞的时候真的要 大家要好好的专心专注起来 像我们很多朋友 平常 都跟我们刚刚很好嘛 很嗨这样 然后他有一次说 他想看我上课 结果他来看我 他就说 请问是同一个人吗 他说怎么屁凶神这样 我就说 就是要怎样 要严谨 但是严谨之后 你还是要带一点点的玩笑 只是我想玩笑 学生不敢笑 我说 不知道为什么会冰仓 就煞到了 但是其实我相信 过一段时间之后就知道 老师的要求就是 该认真 该专注的时候 请好好的把你的舞 给练好 就是这样 对 要不然就会发现有一道 严厉的眼神闪过去 对 好 不过说到地摩尔喔 我想在去年 因为跟陆施老师也是很开心 是到我的录影师去 那邀请大家到卫武营去看回家跳舞 回家跳舞 这四个字 我说真的 尤其在今年 台湾其实更感受到疫情 这样子的一个压力跟束缚 回家跳舞 很多人说回家 这两个字其实也带领着就是 你在外面很多的一些挫折 还有一些受伤的过程 回到家就是一个让你可以疗愈 然后让你可以放松的地方 所以今天来到地摩尔的家 我们先简单说一下 因为刚刚从一楼上来 其实一楼就是地摩尔的排练教室 其实一楼就是地摩尔的排练场 然后大家慢慢走上来二楼的时候 会透过一个玻璃看到舞者的排练 然后在慢慢走上来的时候 然后就会看到我们的客厅咖啡馆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办公室 所以其实非常希望大家来到我的家的时候 他可以不要觉得 艺术这么遥远 会透过想说 我来今天喝一杯咖啡 然后我可以看着舞者排练 然后透过排练的过程 我觉得他可以享受 然后真正可以理解 原来在舞台上面跳舞 那么的不容易 原来是需要时间的累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三楼的咖啡平台 让我可以跟一般大众 做一个非常好的对话跟接触 所以我希望下次大家有空 一定要来 但是要提醒大家 陆枝老师有舒服 对 遥远远 这边的椅子很舒服 而且是陆枝老师自己 亲自去挑这些家具跟桌椅 在外面其实更别有洞天 他有一个户外的露台 然后让大家适合沉思 甚至高脚椅那边 你可以跳往远方的山谷 现在很多人就是忘了 给点时间 然后沉边下来 那我觉得看舞 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给自己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 我们都很忙 然后甚至节奏快的过程当中 有些时候你真的就是 不之所以忙 茫然的忙 对 而不是忙碌的忙 所以看舞这件事情 我觉得刚好给自己一个仪式 我先说一下 11月20号 11月20号 一半六 票可以先买下来 那跟你的好姐妹 或者跟另一半 其实我们就先约定 两个人是不是在生活当中 先控下 準備好一个 非常棒的舞蹈的心情 然后来一场小约会 11月20号 礼拜六 下午的两点半 而且会有一些 眼前倒铃啊 还有眼后的座谈 对不对 要跟大家说一说 那去年是回家跳舞 但今年是现在在我们的 电视场上面的 之所以 这到底是已经了解 也知道 所以如何呢 这其实跟你们原住民的一些 祖先传给你们的想法 也有一些的精神所在喔 其实这个作品 它真的是很有缘分的作品 就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想过 我们要做这部作品 是因为它的前身是在2017年编舞 然后2018年我们做了 在亚维农演出一个月 在爱丁堡演出一个月 整整两个月在国外 然后在8月在爱丁堡的时候 被一个意大利的一个艺术总监 他看上了 他很喜欢那个 那部作品叫 《巴龙心是谁原知》 在探讨每个舞者想说 却不能说的秘密 因为我知道 所以我要把它变成舞 所以你知道我压力很大 接受每个人的秘密 对 然后其中有一段是 有唱歌的段落 意大利的艺术总监说 他希望 这个我们到意大利演出的时候 希望有两个手语老师在前面 比我们在唱歌词 然后我们说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艺术节 是否听障朋友的 他说但是也不全然 会来的观众 全部都是听障朋友 他说其实也各一半 然后我们两个直接先对看说 这样不是蛮无趣的吗 有办法想象说 我怎么去把它做成一个 让大家觉得不会太boring的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思考说 还是他们教我们手语 然后我们把手语变到舞里面 然后我们就跟他们的艺术总监 提出来这个想法 他也觉得很有趣 他说他也有这样想过 然后于是在2019年的时候 的年底他就派了三个 意大利的艺术家 其中有一位是真正的听障艺术家 然后他也是表演者 他就过来跟我们交流 那在交流的过程中 我们就以这两首歌的歌词 为主要的内容 因为这个作品 是要带到意大利演出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手语 都是意大利的手语 他们这个历史已经很久了 他们已经衍生到有表演性了 我说那我们台湾真的蛮蛮 那我们学习完之后 本来是在2020年的五月份 要去意大利演出的 可是2020年的年初 全世界就变了 全世界就变了 变样了 然后我们就对看 就觉得很可惜 所以我们又静下来思考 就觉得 这好像似乎可以成为一个 独立的作品 而不是赋予原来的美副作品 就是否意大利 因为你刚刚提到修宇 这些其实他们心之用源 对 就说还是做一个独立的作品 真的是否天上朋友 然后我们就决定好 要做谁得了 而且在舞团明年很重要的15周年 我们要推的就是这一步 让天上的朋友 我们不会觉得说 表演艺术离他很远 表演艺术跟艺术这个东西 在他们的感觉是 我们也可以参与的 就是用肢体去传递 可能你现在想感受的 这个舞者现在的喜怒安乐 对 那么在传递的过程当中 可能大家对台湾人来讲 会觉得比较有意思 甚至这一次我看到一个 有名词叫有深静默 巴洛老师或陆志老师 要跟大家也分享说 这个融入进去之后 反而是觉得说他是否听上去 我觉得在国内 我们已经有很多看过的 不同的这些 现代的舞蹈团体 他们其实你在看舞蹈家 或者说在看 甚至大家可能比较通俗一点 看的这些舞台剧 他有声音 但是其实他的肢体动作 那个动作的当下 他并没有词 可是他用一个行为去宣誓说 这位老者他是很悲伤的 或者说他是很寂寞的去把这个尴尬给 吞下去或收尾 所以有声艺术再加上这一次用肢体 尤其是收尾的方式 有声不是给非听障朋友的看见 那静默是听障朋友的世界 所以在这个作品里面 其实是给这样的 两个不同的人在看 所以我觉得在有声的世界里面 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静默 听障朋友的世界 他看在这个作品的时候 是完全不同 我觉得这个作品 为什么我会 特别用这样的方式来说 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创作者 他用非常大的心 去做这个作品 那个心是什么 就是他不是把手语这件事情 当作编舞的素材 他是真的非常认真的去理解 听障朋友的想要 那刚开始我们在做编创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当然 创作者他有遇到一些困境 我觉得有困境 对蒂摩托来讲 才会想要往前冲 这个困境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请意大利的手语艺术家 叫我们做手语 那当时呢 我们学的就是意大利手语 所以三十分钟编完之后 我们请了当地的听障朋友来看 看完之后 他们说我们看不懂 我们不知道你们在挑战吗 我们整个傻眼 我们整个很傻眼 其实我那时候其实还蛮难过 我其实难过还蛮久的 我就在想说我到底 做这感很久 对我觉得好难受 他们跟我说 因为他们完全不懂 原来手语是有分语言的 学了国际手语 学了意大利手语 但我们那一次在呈现的就是这两个手语 所以台湾的观众 听障朋友是看不懂的 我觉得那一天是 听障朋友来到编排的过程当中 我们开始一起聊天 一起生活 一起感受 在这个过程 我觉得创作者跟舞者 又重新的 为了要给台湾的听障朋友 可以享受艺术的生活 他们重新学习 重新了解 那就像巴鲁讲的 去年十月 只有一个实验版本 三十分钟 定谋邀请了一百个听障朋友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作品会有未来 所以我们很希望这个三十分钟 阶段性的呈现 希望听障朋友可以来看 结果一百个听障朋友来到 我也会一直看演出 看完之后 他们一出来就一直哭啊 就像巴鲁讲一直很感动啊 他们说我们竟然看得懂 这个演出在演什么 他不是只是笔手语 但他又觉得怎么有那个 他跟我讲不是艺术这两个字 他们说我看得很懂 但又看不懂 但是有一种很美的感觉 在说一件事情 你知道当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我很感动 这就是我们想做的 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不是听障者 你永远不知道在他的世界里面 没有周杰伦这件事情 没有蔡依林 没有这些旋律 那你怎么在这个作品当中 让听障朋友有共感这件事情 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需要在彩排 需要在排练的过程当中 一直被打击 被打击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能够产出今天 我们俩这个作品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只是 创作者的想法而已 创作者必须要透过很多很多的生活讨论 然后跟舞者的生活讨论 才可以产出这个作品 所以我说 有声的静默的作品 有声是给看得到的朋友 听得到的朋友 那听障的朋友 他看的世界 在看的作品 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 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具有多元性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来看这个作品 其实我跟85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在第15年 会刚好是这个作品 在三年前我们真的没有想过 我觉得这个是上天的安排 本来可能只是否当地人 想去欣赏的一个艺术作品 对 一个文化的东西 对 但没想到后半段呢 世界改变之后 我们再重新思考 安静下来之后 融进我们这一块土地 也应该可以让我们的这些静默的听障者 是你的世界可以变得更丰富起来 对 因为当初真的在跟那么 意大利的艺术家 所有艺术家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觉得对方这样子好吗 很不认同啊 然后又变得很抽象 然后他们就说 这样子人家接受不到 我就想说 那为什么他们不自己想象 然后后来我又 对 更多的相处之后 然后更多的聊天 更多的了解 更多的倾听 你才会发现 对 我们学习的出发点真的不一样 为什么 譬如说我们里面有个歌词叫做 既然你把我抛弃 你看 听着 听着听到的人 就是既然你把我抛弃 好 如果我用手语笔的话 就是你抛弃了 没有自己干 就是很直接的 对他们的世界 所以我就说 对 我们学习的出发点 跟理解 就会有一点出入了 所以 我要怎么样去balance 这个 这个情绪 然后让舞者去铲出 所以 这个过程 真的我们 那时候 在编排那个 那一段的时候 首位艺术家 他们也是有很多的 会提问 然后我再重新用 然后用到我们两方 都会觉得 OK了 到甚至他们回国了 回意大利了 我们还是会寄影片给他们 然后给他们看 他们觉得哪里 还可以有一点怎么样 然后我再回来思考 可以再怎么样处理 所以这个过程真的 就是 刚刚讲的好像很顺 这个中间 真的是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 对 其实在创作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讲静默 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他们在讨论过程中 其实有 蛮激烈的 然后在那一度激烈的状况之下 大家完全静了 你知道静默这件事情 他希望过来当中间的巧妙 对对对 所以我就发现说 其实有时候静默这件事情 真的很重要 当我们可以透过静默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创造出更多 有了解对方之后 你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更多的好的作品 这也是很多人说的 其实人生之中 当然做广播 我最怕的是没声音 生命当中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 大家都在讨论 生命 其实你不应该是 让他一直毫无间断的衔接着 而是你要给他一段空白 或给他一段 心沉淀下来的安静的时刻 在首语的人的世界当中 他们一直在外人世界看 他是安静的 但其实他们内心的情感上面 也是很丰富的 这一次呢 在蒂摩尔他们的新作品之所以 所以其实就不管是15年的一个行程的宝宝 一个很有意思的酝酿过程 因为这也算是一个酝酿过程 真的 真的 就是就像我们说的原住民族林们 其实已经埋下了一个种子了 然后要巴陆老师陆志老师回来 好好地去把这样的东西再融入我们自己 台湾人尤其是排湾族 蒂摩尔也是第一支我们排湾族的现代舞蹈的团体 那这一次在之所以的部分 尤其刚刚提到了 竟然也融入意大利的首语 然后让大家去重新感受这些有意思的肢体语言 打开你的感知 然后去感受蒂摩的新作品 事前来做点功课 之所以在排湾族要怎么去发音 那先跟你们做一点交流 这一次的作品 它整个完整的名称叫做 所以在排湾族是知道的意思 了解 了解 了解知道 然后为什么这次会讨用到这个作品 就是你知道了吗 你知道他在想什么了吗 所以你是无形 对 所以 所以呢 再抛一个问号给观众 对 所以后面是一个问号 对 请巴陆老师再发音一次 来我请比较标准的 我想说 请我们美丽大方的陆芝老师来 就是 人家会问你说 你了解吗 你说 你懂了吗 对你懂吗 你看 我懂 你知道吗 就欢迎大家真的去现场到时候在11月20号 礼拜六 嗯 刚好是一个午后时光 对 我觉得可以 魏武营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件事情 是你自己一个silent的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去魏武营走走 喝咖啡 然后两点呢去听岛林 然后两点半呢进剧场看演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下午 但你看完再出来烫草地 对 没有 其实其实我们的每一 一天很完美 我们的每一场演出其实都有演后座台 所以如果你看完演出之后担心自己 会不会看不懂 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其实在演出后呢 大家都可以就是留下 跟我们一起分享 这样 哇 这是陆芝老师跟巴陆老师更希望大家 有些时候看戏 当然每个人的感受 因为都没有对错 但是最重要的是进去看 尤其是他只用肢体语言 跟大家去做交流的时候 是希望你有所感 带回了一些感知的东西 而不是细微也完了 散毁了就离开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作品这次很好玩 是你进来看完了 你会发现原来手语离我那么近 是你自己还没意识到 如果不要客观叫 你知道的这个手语 而是手的语言的话 其实是你在一般的日常生活 游戏里面就可以出现 所以在这次的作品里面 带了这个游戏 然后你就会发现 对耶 我们平常就可以这样子笔画了 那为什么 在手语的世界 我不用心去看的话 也许看得懂 一些笔画的语言 说真的喔 听众朋友 我们不知不觉都一直在用手语 流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所以就在这个作品里面 你会 而且是一开门见山 不要一开始就给你最快的刺激 就让你知道 你平常就在玩这些东西了 只是你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 对 你没有觉知生活 对 我觉得 蒂摩尔的办公室 陆珍老师 巴洛老师 他们就在生活 其实蒂摩尔你们在当地 也是驻地的艺术团体了嘛 对 那么也有你们所谓的艺术节 对 对 来跟大家推广一下 跟大家说一说 哎呦 我们其实每一年都有蒂摩尔艺术生活节 都是在每一年的7月 今年呢 因为COVID-19的关系疫情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持续地运行这个工作 那 葛本岚这个作品在这一场 其实我们已经售票售完了 所以没有办法来观赏 但明年 我希望大家在明年7月份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部落 来参与我们的蒂摩尔艺术生活节 有工作坊 然后可以来部落走走 然后 可以跳跳舞 可以做做东西 我觉得这样子 会让自己的生活是非常有趣 而且重点是 做完这些事情 晚上还可以看小小的演出 我觉得看完之后 还可以出去部落的外围 喝点小酒 我觉得会很不错 部落好二滴 有吗 有 像去年的艺术家 也都是很多外国 我们都请很多外国艺术家 进来 他们就整个是消费的很庞大 变成了那个部落基础 对 非常开心 所以我说来部落 除了你可以享受艺术的生活 你也可以享受真正这里的生活 所以为什么我把生活挂在后面 而不是生活艺术节 是艺术生活节 就是要你好好享受这里生活 这里所有的一切 而且就像陆志老师你说的 其实很多东西在原住民的生活里面 这样就自然而然 对 他不是刻意摆放出来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说你下次真的有机会 上蒂摩尔他们的桃花园 真的上来之后 我觉得你整个在感受 你的心情上的转变 整个的摆设部分 其实就是一种随心所欲 一切都是陆志老师 从他生活的体感当中 他觉得这边应该有些不同的 有意思的蕨类或植物 陆志老师都是花心思 然后在对的时间 有缘分的状况之下把它买下来 然后摆进来 变成了他们的工作的环境一部分 所以就回到巴陆老师你提到的 是要把艺术融在生活当中 而不是硬在生活里面说我放点什么 节目最后呢小小问题 巴陆老师其实当时被姐姐叫回来 你其实那时候在北部真的是一个 自己立志想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舞者 对 因为你知道编舞很累 对 然后姐姐叫回来可能 我要付出我的工本费 对 其实我不是想要叫回来 我是骗回来 对 是骗回来 因为当初那时候舞团刚成立的时候 因为我2007年大学毕业 然后毕业完之后 就在台北继续跳舞工作 然后姐姐有一次就打给我说 你不要 你回来帮我交课嘛 我丢几堂课给你 我说啊 我那时候真的很不想 因为我那时候也很多case在接 然后我其实说拜托嘛 然后我就开始下来 然后就接了一两堂课 完毕之后下一个学期 他又在丢很多堂课给我 然后我就下来的时间次数变多 开始之后舞团越来越忙了 对 然后学校越来越忙了 我的时间几乎都在南部了 就不知不觉所有的行李就搬回来 你就被他牵制住了 对 然后那边就退房了 哈哈哈哈 希望自己的家乡部落之后 你放不下这些老秀的孩子们 我当初还考上我们学校研究所 我考上了 然后 我一个转身就说 可是我的学生怎么办 然后我的舞团怎么办 然后我的舞团怎么办 那些我们北一大的老师 他直接回我说 你其他学校带那么好 那么舞团现在走那么好 你就回去好好把工作做好 先把这件事情 对 我就立马休学了 对 对 所以我学校的学生也是 每次带他们出去比赛 我们就说我不拿第二的 没有 然后学生就说 我老师压力很大 我就说 你们很棒这样 那远处的孩子 你一定要给很多信心 因为他们比赛 很多都是舞蹈的孩子 又开始跟舞团说田野调查 去了解自己的文化 然后把它融在舞里面 然后又被很多人看见 又被世界看见 你就更加肯定自己 跟谢谢姐姐拉我回来是对的 然后我回来 什么都一切都成立了 以前真的是找不到自己 因为以前在台北生活工作 你会觉得 我都要跟别人一样好就好了 而不是你想做的宇宙不同 但是我回来接触到文化的时候 你做了不一样东西 被世界看见 就绝对宇宙不同 跟别人不一样有多么重要 然后拥有自己的文化 然后做自己的东西 真的可以被看见 而且是可以活出更快乐的自己 真的很快乐 我跟你说他现在想说很轻松 然后讲得好像很自然 我们回来是吵架吵的 每一个执着都在吵的 而且是很严重的吵 而且在回到回家这件事情 回布末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跟爸爸妈妈 那个年代不一样 因为在爸爸妈妈那个年代里面 传统就在生活里面 但是我们这个年代回来的时候 其实传统是渐渐是为的 渐渐不见的 所以帝王古兴武器 在做的事情不只创作 我们还必须要把部落传统的古谣留下来 我太羡慕以前我的生活 我希望以后我的孩子们 也拥有这样子的生活 所以你就会一直觉得说 这件事情一定要被留下来 然后被留下来之后 你才有创造的根源 要不然帝王古兴武器这几年 都去做了很多的演出 那其实最重要 为什么国际的有些艺术节 他们会想要做妖眼 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看见一个很古老的身体会 而那个东西是他看见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舞团 这15年来 他们非常重视了 台湾主当在身体的语会 然后意大利的首语 台湾的首语 编织在这个作品里面 台湾的舞者会跳舞的很多 会唱歌的人也很多 那同时间你必须要会唱歌 然后你必须要会跳舞 然后你又必须同时间 三种不同的首语进行着 你就知道这个创作者 跟这些舞者 他们花了多少的时间 在酝酿这个作品 对 而且可能在排的过程当中 已经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 对 他的灵魂体的一部分 所以可能当我在演出的时候 其实那已经就是 另外一个我的自然呈现 对 然后再跟舞台下的 你我他 其实在感受着 因为今年我想大家对生活是 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一个感受 那么不好过 但是很多状况确实是生命可能正在提醒你 对 你应该要更锻炼自己的心智 这个时间点就希望大家 能够给予自己一点沉淀的心灵 在明年到底会遇到什么 其实我相信没有人会知道 可是心灵的平静 这也是这几年 很多人会花很多钱 去上很多心灵课程 但你的心始终没有办法平静下来 是因为那颗心 其实没有恩华 真正找到一个心灵交流的触动点 所以邀请大家 11月20号 21号 在魏武营老地坊 地摩尔就是 不仅仅只有之所以 你可能去年 可能没有参与到的回家跳舞啦 甚至明年15年 到底他们有什么更有意思的结合 当然也可以上地摩尔的观望去看 把你的生活重新做调整 然后要学会生活 对 而不是在生活过程当中 你已经忘了 你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 对 那欢迎大家也可以到这边来 地摩尔的家 欢迎大家来 对 要记得 预约喔 要预约 拜拜 好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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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